就是这个屏幕有点闪 这是小高小高啊 这是莫斯科的 铁粉 来来来 我们两个 去一去 吃个麻辣汤 我们两个点了 这是汤的 那是个干的 这边是 莫斯科大学城啊 这附近 我尝一下这个干面 小高是在这读大学 你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啥 博士 博士 博士了 好厉害高博士 啥时候啥时候毕业 估计 顺利的话明年大学 不顺利的话就一直读 反正这个博士挺难毕业的 对对对 我昨天就找不到 小样的中餐 小高带我来他们 就是莫斯科大学这边 我才找到饭吃了 我住的那边 都没什么好吃的 吃中心 吃饱了 这是近三天 吃的最饱的一顿饭 现在我跟小高呢 去他们 莫斯科大学 溜达溜达 这边这个美元就是95 97 我在机场换的就是 80 大家真的不要在机场换钱 真的 太坑了 我是刚才 跟小高那边换了一些钱 这汇率就 费好 这属于是 人民币对 对这个 罗布的 这二八顶的汇率 哎呀 这个天气啊 就一直下雨啊 真的是 没办法呀 打得不好待呀 我这个伞呀是 感觉到了 极限的样子 随便来鼓风 就差不多了 这出去就是你们学校了吗 这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小门啊 哇这秋天蛮漂亮的这个 老不下雨还行 哎你们你们叫莫大吗 莫大 秋天金黄的落叶 莫大最出名的专业是啥呀 莫斯科大学 里科 里科 哪一方面呢 物理航天 物理航天 人科也还行 啊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人家的 教学楼什么的 就是金融系 那你们教学楼的那边呢 往前走 就是莫斯科大学就相当于我们国家清华水平了是吧 对相当于北大清华 就是最好的学府是吧 对对对 哦 这样子 小高呢 他们就 在这个系 翻译国际关系 语文系 就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就是普通本科 一年学费多少钱 大概 两到三万人民币差不多一年 不包括住宿费 纯学费 纯学费 那也不贵呀 不贵 那这边留学还 还算便宜 还算便宜的呢 他就是在这读个本科 一年两万多块钱的学费 出租费就算再算个两三万吧 对 然后吃饭再算个三五万零花钱再有两三万 一年的话就是十几万就可以搞定了 算不到十万 那可以 那俄罗斯留学这个价格还是蛮漂亮的 那比欧美 欧美随便大几十万上百万的 就是怎么样的考到这个学校呢 难不难 还行 这边 入习考试挺简单的 刚开始学一年预科 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来这边进行考试入习考试 看你想学什么专业之类的 那意思就是要刚开始过来就 学预科就学语言嘛 是吧 你也可以在国内学学语言 直接过来考试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主楼了 说是四个脚都是宿舍 中间呢就是上课的地方 但是后边啊 背面 他去问一下门卫 我能不能进去看一下 就说是你哥 哦还要提前申请一次性通行证啊 不对 好了好了 进不去了 不可以是吧 不可以是吧 申请麻烦吗 顾摸着也不麻烦 也难我觉得 那我们就不进去了 我们现在绕到那个正面 拍个照片打个卡 LIGO 他这个校园也大呀 走路 在校园里头也有公交车吧 看好几路呢呀 不然纯靠走的 谁说得了这个 这是莫大的优秀学子 我问了一下 啥时候见到校 他得先查一下 不行 这边没信 那我查 我告诉你 哦 他这个主教学楼啊 确实高啊 好漂亮啊 主教学楼 头地上还有个红心 是吧 像苏联时期的那个红心 你看看 还有那个 锤子和镰刀 莫大学子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估摸着是装饰的吧 这没有许可证啊 我们就在外边看看得了 这主教学楼确实是规模大 1755年 见校 那意思就是到 2025年就是270年历史吗 是不是 可以啊 11月12号是采放日 11月 12月 那要是我想进去的话 就要等到那天是吧 哇 他这个去上课的感觉 怎么跟上法院一样的 哈哈哈 真的 这个感觉 很正式很高端 近时不可能进去的 这个门位啊 拦着的 没事没事 我就看一眼就好了 他这各种门位 你看安检 这里都暖活啊 哎他这个门真的是感觉 大几十年的转来转去的 走 这个还不是正面是吧 这就是 莫斯科国立大学 镇门啊 这是正二万里的镇门 气势恢弘啊 这边有个特别大的广场啊 这些可能都是老师们的车 基本上学生好像都不走正门啊 侧门就够了 看下这个主教学楼 他这个写的个1949-1953 可能是建设的这栋楼吧 当真是没有多少人走这边啊 反正目前为止看 就我们俩 那边那个应该是 出来抽烟的老师吧 应该是 咱也进不去啊 去外边看一下得喽 站在教学楼这个台阶上 就这个视角 非常的开阔 对面一个超级大广场 还有一个公园 主要天气不好啊 这走两步啊 往回一看 你真的才能感觉到这个教学楼到底有多大 就这样子啊 还只是看到一面啊 还有四面呢 我俩呢 朝那边走啊 说那边是一个观景平台啊 哇 这片森林可以啊 这要天气好一点啊 阳光 洒进来 我估摸着要是天气好的话 这边很多人在那拍红沙照 应该 应该有 发现一只小松鼠啊 他在找啥 过来过来过来 走了 跳一跳 你看 我们总算是走到了这边这个观景平台啊 就是 大学的正对面啊 走过来 我们现在是在一座小山上 那边啊 就是国立大学的主教学楼啊 大家只需要走个十来分钟 还没有 到这边观景平台 就可以看到莫斯科的全景了啊 在我们眼前的是 商业CBD区域啊 旁边应该是还有个 发电站 这边这个圆盘撞的是 体育场 这个方向就算是主城区 那边啊 还有一个缆车啊 可以坐缆车下山 啊 过会儿下山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啊 非常感谢小高到向导啊 待会我转了一下 我们现在是去坐那个缆车是吧 下山是吧 好的好的 小高属于 不经常出镜啊 所以说 还有 有镜头恐惧感 像我们这样的老脸皮了 无所谓 就这样子了啊 下个视频见 拜拜